听说你们两个认识很久了 久是蛮久 多久 你说 就从小二十多年 反正不是青梅竹马 二十多年还不是青梅竹马 我不想跟他青梅竹马 你说的好像我很愿意跟你青梅竹马一样 大 晦气 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的 就他穿肝囊裤的时候就认识了 我想当年我穿肝囊裤也很帅 你小时候也穿过秋裤 那种红色的秋裤 满街跑满街跑 说点好好好 还拿石头砸我 你从小就这样的暴躁 就是因为你嘴贱知道吧 你嘴贱才一直这么暴躁 你是这样 你可以说一个他比较糗的事情 别说 好生气的 就是也是因为肠胃不好 然后一直放屁 然后结果那个屁 就是那个屎就甭穿了 有吗 我可以不承认吗 你妈说的 无与止 就想要欺负人 你说这些没用的 看怎么看 打呀 这样吧 你们两个玩一场游戏吧 如果游戏挑战成功的话 我就送你们两张张家界的门票 张家界有去过 我去过的 你去过我 我没去过你陪我去不行 为啥我陪你去 求你了 大哥 好 什么游戏 游戏就是 男生公主抱女生 队是十秒 男生这是什么表情 他这种若急我怕他摇舌 男生你抱得起来吗 你们不要急我 等一下我四四九四四我跟你讲 四四九四四 你怎么这么土啊 你怎么这么土啊 你笑啥 这么好土啊 我装不是白搬的 我可以的 那麦给我吧 你们开始吧 为了你那个门票 豁出去了 没事你不用用力 你不用用力 我来我来 你不用用力啊 嗯 我可以啊 我头发 你弄好吗 十 九 八 八 七 六 四 三 二 一 挑战成功 好 挑战 咋的害羞了快 你是不是瘦了最近 嗯对啊 你怎么知道他瘦了 比较观察他呗 还能咋的呀 那你觉得你们之间有可能吗 感觉好像有吧 也很怎麽尴尬的问题吧 刚游戏是什麽感觉呀 其实刚靠近他的时候 心 这么形象的吗 那如果你和他在一起 你妈妈同意吗 我妈肯定同意的 因为他就是 虽然看上去跟个二货一样 但是平常他就经常在我们家就 帮我们忙 我们家那个瓦料嘛 然后我爸一个人的话就是 不太方便操作 他就过来主动帮忙了 那你敢不敢跟他表白 我觉得就经过刚刚我觉得 现在我感觉 因为我觉得已经到这一步了 我想试一次 在下一个环节之前 你们又没有什麽真心话想 给对方说啊 嗯就是 我想了好几个月了 然后 我喜欢你